Hello 今天的主題就是台灣戰利品的開箱片 還有想說一點關於台灣消費金的特別注意事項 是 沒錯 因為我是中了 如果接下來你會去台灣的話就要看下去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instagram 簡單講解一下台灣消費金 詳情大家可以去他們網站看的 因為都很詳細 這個台灣消費金就是會向到達的旅客 派發5000台幣的消費金 這個活動就是由23年5月1號 到25年6月30號 在你出發前的1至7天就可以在他們網站上申請 我到達的機場就是桃園國際機場T1 一出境右手邊就是遊戲counter 因為當時我是下午應該是最多班抵達的時候 所以這隊是非常之長的 它是分了兩條隊的 一條就是玩遊戲 另一條就是排隊拿禮物 那遊戲我是玩完都不知道自己玩了什麼 遊戲是很多燈籠會在下面浮上來 然後你就隨便亂按一個 其實當時我那個iPad還要是輕輕的 我是完全按都按不到 然後他就突然說我中了獎了 所以其實我很相信這個遊戲是沒有技術可言的 全部都是你的運氣 所以大家都不用那麼擔心了 就是看你人品的時候 那我自己就計過的 他在23年會派發25萬份禮物 那圍棄一天是大約一千份左右 那其實你一班機都有幾百人 然後每一天有這麼多班機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中獎機率是非常之低的 那我呢就是五人同行 五人裏面是只有我一個中了 那但是我也有聽過那些朋友 就是兩個去都兩個中了 那所以都真的看看你自己好不好幸運 他就有三款消費金給你選的 一個就是酒店的折扣優惠 一個就是郵遊卡 另一個就是一卡通 我就是選了郵遊卡的 因為我只吃郵遊卡 那還有我就覺得酒店的消費金 本身其實你預訂的時候都給了錢的 那所以我都不太知道實際上 如果抽了它是怎樣用的 那我就完全沒有想它啦 那但是呢就不知道好不好幸運 就是雖然我中了獎啦 但是呢它的郵遊卡是拍了 那最後呢他就給了一卡通我 就是這樣的 這本東西打開裡面就有一張卡 那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的卡放在哪 那大家就幻想這裡有一張卡啦 那總之呢就是會得到這份禮物 本身呢我上網看的時候 就是看到郵遊卡可以用到的地方 是比一卡通多很多 那所以呢我就是選了郵遊卡的 本身拿了一卡通之後 就立即再上網看究竟有些什麼地方可以用啦 那我就發現原來那些大型商場呢都可以用的 那我也覺得OK啊 就當是逛街買東西咯 誰知道我用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只是一些買手信又或者food court 餐廳才可以用的 那所以呢我本身打算中了之後呢 都會用完的 就是買一些抹茶 那些抹茶 那些那些那樣 那所以呢對我來說 又不是說真的太大的影響 那如果大家本身都不知道 打算選什麼好的話呢 就選郵遊卡啦 應該是可以用到的地方是多一點的 還有一件事呢 就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呢 其實無論他是郵遊卡 還是一卡通呢 他每一次消費最多呢 只可以用1500台幣的 然後每天呢只可以用最多3000元台幣 那所以呢 其實5000元呢 是起碼要分兩天去用的 大家呢 千萬不要在last minute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才去買東西啦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虧了 所以大家呢 就可能早一兩天呢 就用定這張卡啦 就算如果有些什麼地方用不到呢 都可以再找地方用嘛 因為他真的很麻煩 那消費金的部分呢 就大概是這樣啦 詳情呢 大家可以看回他們的網站 那如果大家去台灣旅行呢 就記得要上網申請 千萬不要洩給他 雖然都未必中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啦 那跟之前日本那條片一樣呢 我都是沒有特別組織過的 拿到什麼就說什麼啦 因為我再不拍呢 我就不知道放到什麼時候了 那第一個抽中的幸運兒呢 就是這個 不懂讀的首飾品牌 那我之前呢 是每次去台灣呢 都要去買些東西的 那這間店呢 是幾乎每個購物的地方 都會找到的 即是西門町啊 東區啊 中山那些地方呢 都一定會看到他的啦 那我這次呢 就買了兩樣東西 他的袋子呢 都很漂亮 第一個呢 就是一隻戒指 哇 他的戒指真的很多款 是多到 不知道選什麼好 而且每一個呢 都會有銀啊 金啊 還有玫瑰金選的 那我就選了這隻呢 玫瑰金的戒指 因為呢 因為呢 我本身是一個很難買戒指的人 來的 本身那些手呢 是很幼的 那些手指 我一定要買這些 不知道你們知道我講什麼 這些開合那些 即是如果它是fix了一個size那些呢 我基本上是不會買到的 那這些開合那些呢 我就可以硬弄細它 這個很漂亮啊 那它就是有兩層的 上面呢就有些扭紋 下面呢就有些碎石 那樣 一隻呢就已經超有款 多少錢呢 其實呢我就覺得 好像不便宜 不是喔 500元而已 百多元而已 便宜便宜便宜 那另外呢 都買了一雙耳環 那個外形呢 好像一個扣針那樣 那就有少少東西抖下來 那我自己呢 那我自己呢 喜歡它就是因為它 不是太浮誇 很低調 那戴完之後呢 就是這樣 漂亮嗎 不是很適合這個造型 讓我先拿下來 那我這雙呢 就是680元台幣 即是都是百多元 那我覺得它的東西 就不是說特別便宜的了 那但是因為它的款式呢 全部都是很特別啦 它好像有些東西呢 是寫明是Made in Korea的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都OK 跟著這個呢 可能是我買得最開心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呢 經常看一些Facebook 是不是彈一些台灣 那些什麼睡眠內衣的廣告出來的 那我之前見過一個呢 我就覺得很想試的 那但是呢 我就不是很敢上網買 即是沒試過就買 因為我覺得買回來一定不會適合Size的 那所以呢 我今次呢 就特意找這些店去試一下的 那我就去了這個 Qmomo 它的店是超美的 其實它門口呢 已經有一些位置給你們坐的 即是可能如果你朋友要在裡面試 或者你女朋友在裡面試 你就可以在那裡坐 重點是它的跟衣室呢 是很漂亮很漂亮很大 即是那個大到你可以在裡面跑 是試得很舒服 不會說很窄很擠 所以整個體驗是很好 那所以呢 我都不小心 都不是不小心的 我是有心地買了兩套的 那我就買了兩套這些的睡眠內衣 那這個就黑色啦 另外一個呢 就買了一個 淺藍色 那它另外還有很多很漂亮的顏色 即是有些淺紫啊淺粉紅 那它價錢呢 就好像是1200元台幣那樣的 那我又問它 沒有得只買上面 不要下面的小褲子 它就說是沒有的 即是它有一點點算是 買這個送這個 那總之就是1200元一套 就沒有得單買 幸好我是沒有上網 未試就買 因為呢 我真的想不到我會穿L size 一開始我就跟它說要S 然後它就已經說S是超小超小的 你應該穿不到的 你應該要M這樣 那時候就不敢相信 那後來我就試完之後發現是買L 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買呢 我覺得都不要上網買了 真的有機會去台灣旅行試一下 如果不是呢 買了回來都 浪費 還有因為如果這些 戴不適合size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自己的胸部 那我是試完上身之後呢 發覺它是很舒服 而且胸型是穿得很漂亮的 那我自己呢 一直都有穿開睡眠內衣睡覺的 我覺得它很可愛 即是你舒服得來都要漂亮的嘛 啊 還有呢 它的帶是粗帶來的 還有呢 它是沒有調節的 就是我自己就喜歡些最簡單 最好你幫我搞定 不用我再怎樣左腳右腳 那我就會懶的 那所以我覺得它這一套呢 是非常之符合我的心水 那它的褲子呢 都很漂亮的 就是扭胸的設計 然後呢 就綁了一個蝴蝶結仔 之後呢 就說下一堆我用消費金買的東西 正如我剛才所說啦 我都是在Watson市隨便用完它 那所以呢 我都買了很多 不知道什麼來的東西 總之呢 就是臭夠了五千塊 我是真的亂掃的 就是那些面膜呢 我就是看到好像好用就買了 未來美這個呢 之前都有用過的 台灣品牌 覺得好用 然後就選了 Neo Jones 既然 這隻Color Corn呢 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愛的Color Corn來的 那我在香港買呢 我記得是大概 要82-84元左右一盒的 那台灣呢 好像圍起來都是七十幾元八十元 買了四盒 因為呢 我又見它這隻呢 沒有特別有做什麼優惠 我看它其它Color Corn呢 就有做優惠的 那但本身呢 我自己不是很敢戀試Color Corn 因為我本身呢 眼細啦 就是如果我戴一些很大色素圈的Color Corn呢 就會隻眼睛好像 異形那樣的 那但這隻呢 是我用過 覺得自己戴得最自然 覺得最舒服的Color Corn 所以呢 我就只買回這一隻 我現在呢 都是戴了的 我覺得它真的是我的 No.1Color Corn 大家呢 都真的要試一下 而且呢 它的包裝呢 是很容易撕的 有很多Color Corn呢 我是撕到 那些手指夾反光 都沒撕到 那所以呢 我覺得它的所有東西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大家呢 去台灣都記得要掃 然後呢 就買了這一隻防曬 剛剛呢 我已經開了來用的了 它是有很多很多顏色選的 那我就選了紫色 我覺得它挺好用 那我買這個紫色呢 就可以均勻回肌膚 還有改善暗沉的 覺得它塗完之後呢 是真心亮白了的整個皮膚 還有是很水潤啊 好好推啊 你有沒有看到嗎 其實這樣呢 已經推開了 嘩 它馬上白了 雖然我的份量呢 好像擠得多了 但是呢 你會很明顯看到那個分別 你看一下 還有呢 我本身呢 是很怕防曬的味道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但是呢 都會有一點點香味的 那所以這個味道呢 我會比較接受到 那個分別很明顯啊 然後呢 都是亂買了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1028的粉餅 超級油 無亂肌 空氣感定制級定妝 那個名字是說得超好聽 它就有幾個款的 有些就是閃亮亮 有些就是會白一點的 那我就選了這個是純透明 沒有任何色的 現在一起試試它 摸起上來呢 是真是 其實我這樣看鏡子呢 都覺得是 有一點點的 例如這些 霧面了的 感覺呢 就好像OK 看起來呢 就沒有說超級驚喜 但是摸起上來呢 就覺得 真的好像沒有那麼油 那樣的 那我記得呢 很便宜的 應該六七十元左右 那如果拿出街 補一下妝呢 都OK的 這些呢 就真是抖腳的東西 真是臭夠五千元買的東西 是 看到它有特價做優惠 我就買 首先就是這個 Maybelline的眼唇卸妝液 很便宜 我記得 好像99元台幣買一送一 是不是呢 我沒有記錯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 我的心肌 玫瑰兩百 身體去角質上 即是磨砂膏 然後呢 就買了這個 這個呢 香港都有的 我之前呢 都有用開 這個是什麼牌子呀 不懂的 書奇啊 它叫 這款呢 適合用在 比堅尼的線 或者一些 液下 敏感部位的 那我之前用開呢 我覺得它是 真是 很 溫和的一個 剃刀 即是它不會那麼容易弄損 以上呢 就是我台灣五千元消費金買的東西 就是那一堆 嘩 這樣也買了五千元 接著呢 就是一大堆衣服 那大家呢 應該都知道 我是AIRSPACE的粉絲 來的 那所以呢 今次我也是買了很多的 其實又不是很多 我平時上網買的那些更多 不過很開心 因為呢 可以去門市慢慢試 啊 我要先說這個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行OLED 那在桃園機場呢 旁邊就開了個OLED 是很大很大的 有沒有夜行呢 我就覺得 不算很多夜行 但是呢 它是有一間AIRSPACE的OLED 便宜到瘋了 我放了三件衣服 接著好像先百幾二百元 它是很大的 那些款呢 其實只是上櫃的款 所以其實是還可以選擇的 那唯一有少少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更衣室是 又細 而且那些銷售 就好像不太想理你 但Anyway 我只是想買便宜的衣服 我這條裙呢 就是在那裏買 其實呢 我上季的時候呢 已經在它網站 看到這條裙 很想買的了 又不是很貴的 我記得好像二百元左右 但是呢 我最後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沒有選擇 然後我這次去就發覺 它的OLED是有這條裙 現在我回到港幣 才是一百元而已 好漂亮啊 其實我有少許驚喜 我覺得穿上去之後 比我想像中好 我本身是打算當些很隨便的衣服 就是可能下街買菜 穿的衣服 但是呢 我覺得穿完之後 有少少 出乎我意料之外 起來給大家看看 一百元我覺得真是這個超抵 小性感背心 四百九十元台幣 有四九折 即是二百多元 即是六十多元 這些有些款式的衣服 四百九十元 然後又半價 即又是六十多元 即如果大家會去行OLED的話 記得要留時間在AIRSPACE 售這些便宜衣服 抵到傻了 我也是有走到AIRSPACE的 就買了這個 這個是新衣服 他說是回了一兩天 很漂亮 這個是白酥酥的上衣 那他旁邊呢 就是一些透透的薄紗 他有空墊 但我通常都不會要他這些空墊 即是又不好看 然後穿完之後又好像很厚 那他中間呢 這裡就有個洞洞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夏天 又或者可能去沙灘拍照的時候 就會很漂亮 另外呢 我一直看AIRSPACE 都看到他這些BRA TOP 我就一直都很想試 但是一樣 跟剛才那些睡眠內衣一樣 我就是不敢亂買 因為我覺得尺寸一定是不對 那這次呢 就去了試 我覺得有驚喜 因為我做很多BRA TOP 真的會穿著一下 就開始滲下來 這個呢 我試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不太有滲下來的感覺 還有穿完之後的空型是漂亮的 我覺得是推薦的這個BRA TOP 是真的可以做到不跌的感覺 還有有些東西看 就是你知BRA TOP很容易穿完之後 都好像不見了個胸 那這個是有東西看的 它有很多款的 它有些是黑色 有些是LACE的 那我就選了肉色 然後呢 就是另一間店 就是Queen Shop 它的衣服呢 都是很便宜 它的感覺比較文青一點 就不太適合我 但是呢 我都選了一條裙 那它就是一條長裙 沒有啊 它就是一條白色的長裙 但是呢 它都只是 應該好像百多港幣 那我就 沒什麼特別 就選了 另外呢 我就選了帽子 它的帽子很漂亮啊 大家不想戴 不然會影響我的髮型 雖然呢 又是旺中會有很多的 但是它又不貴啦 百多港幣 590元 142元 我在它店裡試過 就覺得它模型都很漂亮的 即是我的頭都比較難戴帽 那它就很適合我的尺寸的 橫色的針織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條白邊狀色 好文青啊 然後呢 就是一堆無聊的東西 那就先說這個 不知道大家呢 去台北呢 會不會去這個光纜大批法 我自己呢 都是每次都要去逛的 即是它是很多 雜筆的東西 很多文具 但是又有些藥妝啊 有些電子的東西 嗯 一定會找到保密 喔 這個就是無聊的東西 就是那些 刷的那些 垃圾的刷 有時候呢 浴缸啊 又或者洗手盆 有些垃圾 怎麼擦都擦不到的 它這個呢 尖筆 就可以擦到了 它說 對了 買了耳機 充電線 雖然我買了這麼無聊的東西 但是光纜大批法呢 是有很多東西買的 它呢 就在台北車站附近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去逛逛 那我另一個去台北一定會去的地方呢 就是 加樂福了 就買了一些麵 我是打算拍片的 因為呢 我一直都很喜歡台灣的即食麵 我看到這個超美 它是一個彩色的麵條 那呢 就好像那些色素很厲害 那樣 但是它就說是 用一些 菠菜 南瓜 蝶豆花 地瓜 藍棗 六種天然梳 果製成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些顏色呢 就應該 它就說是很天然的 那樣 不含這個防腐劑 和食用色素 那我覺得它很美 我覺得呢 拍片應該會挺美 那我就買了來試了 但是呢 我記得是不便宜的 好像呢 這包東西呢 是要八十幾元 還是一百元的 即是說二十幾元 一個這樣的拌麵 就是超貴 哇 這個是我 大學之愛 滿漢大餐 即是它滿漢大餐的杯麵呢 是陪伴了我每個大學的晚上 然後呢 它現在就出了一包包的即食麵 那所以呢 我也打算買來試試 即是它杯麵都這麼好吃的時候呢 我相信它一包包呢 都會更好吃一點的 它一包包的 然後 但是我很相信呢 裡面呢 都不用相信了 裡面應該是沒有這些配料的 只是它的味道呢 就是蛤仔麵線 那樣 那樣呢 我也是買來試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它後面呢 是有一些日文字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 哪裏來的品牌 它叫 叫御方媽媽 然後在九份呢 有很多店舖仔 就買了這堆貼紙 它是超可愛的 我們逐個看 第一個就是 警告內有儲藍 警告 大眼神鐘 歡迎入內試用 警告 內有正妹 警告 內有痴漢 入內請三絲 警告 內有淫魔 那就是這些買來 送給朋友的 很搞笑 然後呢 又是一些無聊的東西 但是呢 我覺得它不能出街 我為免黃標呢 我就遮住它 大雕巧克力 那大家呢 就幻想一下 這一條是些什麼 我不會 我 我 我不會讓你看的 我不想黃標 哎 遮住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今次台北旅行的戰利品 那我今次呢 就沒有拍片的 但是呢 都拍了一些相片 拍了一些 footage 放了在我IG 那大家呢 都可以去我IG那裡看 那還有呢 希望一些 台灣消費金的心得呢 就可以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comment 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